关于360软件 网上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电脑上遇到的80%的问题 都可以通过安装360解决 剩下的20%则可以通过卸载360来解决 360功能确实非常强大 一般的电脑问题 通过360都能够轻松搞定 但是360也有一些非常不友好的行为 如弹窗广告 捆绑软件等 这些让用户体验不好的地方 虽然360都设置了自由关闭选项 但由于这些开关设置的比较隐蔽 因此多数网友并不清楚如何关闭 这也就导致了直到今天 一提起360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还是流氓软件 下意识出现抵触情绪 但是又因为360中的很多功能 确实能够解决电脑遇到的很多问题 于是就有不少朋友 在电脑遇到问题时 就选择下载360修复 修复完成后 再赶紧将360卸载 也是非常无奈 本期内容 网创智慧库给大家分享一批 从360中提取出来的 非常纯净的单文键板小工具 所有工具无需安装 即开即用 非常方便 这里网创智慧库挑选几个常用功能简单介绍 360搜索助手是一个超级好用的功能 可以秒搜电脑全盘 快速查找本地文件 360搜索助手可以精确到 分盘搜索和按照文件类型搜索 迅速搜索到电脑本地中所需要的文件 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360加速球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日常小工具 可以快速清理电脑后台的运行程序 当电脑出现卡顿反映延迟的情况时 使用360加速球一键加速 即可关闭后台电脑运行程序 使电脑充满活力流畅运行 360系统盘瘦身 可以扫描清理C盘中的占用文件 有时候会遇到电脑C盘爆红 但是又不清楚是什么文件占用了内存 使用360系统瘦身功能 就可以轻松扫描出占用文件 释放系统盘空间 有一些应用在删除时 老是弹出文件被占用 导致无法删除的情况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就非常头疼 使用360文件粉碎机 则可以解锁占用文件 并强力对其进行删除 轻松解决文件被占用 而无法卸载的问题 网上有人总结说 常说360不好用的有三类人 一是同行水军 二是道听途说 三是修电脑的 360电脑救援中的自主工具救援 可以帮用户解决使用电脑 时遇到的各种小问题 像什么开机慢 上网异常 电脑卡顿 电脑没声音 电脑缺失DLL文件等等 都可以使用360电脑救援中的 自主工具 进行自主救援 当熟练使用这些功能后 你也是电脑高手 其余工具 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网创智慧库已经将360中 提取的所有单文件版绿色工具 全部打包 大家获取到这些工具后 自行保存 按需使用即可 如果遇到个别工具 无法打开的情况 试试鼠右击 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多数都能解决 需要360单文件工具合集的朋友 请点赞 评论 转发本期内容后 关注网创智慧库 私信回复关键词 360 即可获取工具地址 感觉分享不错 请点赞 评论 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 记得关注网创智慧库 本号将持续分享 高效实用的软件工具 和使用技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